近日,小编在网上看到一张截图,截图显示,一位爱丁堡的朋友到了芬兰,偶然邂逅了肖战。 很有意思的是,这位朋友在冰天雪地的地球最北端,还不忘拍下肖战的广告大屏,发了一条朋友圈,表达灵魂质问。 肖战,有认识的吗?这荒山野岭的,谁把他广告牌望着了?哈哈哈哈,这明明是于田川的另类浪漫,却被这位路人朋友说成是把肖战望在了荒山野岭,真是令人忍惧不禁。 不过,从荒山野岭这四个字,也反映出广告牌所处的位置非常偏僻,并非人流量众多的闹事。 想来,在这样僻静的地球最北端的一鱼,这样的广告投放并不能帮助于田川获取更多的曝光量,也不能带来什么收益。 从性价比来说,这种做法只赔不赚,甚至非常不值。 既然如此,那于田川为何还要万里迢迢,拔山涉水来到这世界的尽头,在这僻静的一角安放这样一块代言人的广告牌呢? 也许,这正是于田川浪漫的地方。于田川自从签下代言人肖战后,做了不少浪漫的事,除了地球的最北端芬兰的这块广告大屏,在地球最南端的阿根廷乌斯怀亚,同样,小于也承包了另一块广告大屏,一南一北,两块大屏,同时向世界展示我们最可爱最帅气的东方面孔肖战。 除此之外,在今年八月,于田川还携带言人肖战,登上了全球最高的迪拜塔的户外巨评,一边是世界尽头的南北极,一边是位于全球最高塔的世界之巅,陪你到世界的尽头,与你共赴世界之巅,不为曝光获利,只为让世人见证小于代言人的独特魅力。这是怎样极致的浪漫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